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场场比赛中被粉丝细心解读 幻想着他们的友谊升温瞬间 但是 就在网友们满心期待他们的官宣时 一张王楚清和圈外女友的合照却横空出世 为网友们精心构想的情感剧本狠狠泼上了一盆冷水 最近 随着乒乓球比赛的热度不断攀升 王楚清和孙颖莎这对超强组合成了球迷和网友们的焦点 私下的甜蜜互动和赛场上的默契配合 不断挑动着粉丝的八卦神经 特别是在世平赛的赛场上 两人多次获得冠军 特别是在他们击败对手 热情相拥的画面被捕捉到之后 网友们不禁纷纷感叹 这简直是爱情剧结尾的标准画面 而在不久前的一场比赛中 王楚清的一个捏连举动 更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掀起讨论 当时的画面实在温馨又逗趣 孙颖莎脸颊肉嘟嘟 带着一股甜美的稚嫩 王楚清看到后实在忍不住上手捏了捏 网友们几乎是立即捕捉到了这甜蜜一幕 而孙颖莎的回应更是给这场互动 加上了一个调皮的注解 据说他还给王楚清设定了一个规定 只有拿了冠军才允许他动手 如此的默契配合让粉丝们的想象力进一步蔓延 仿佛这对年轻的拼弹双子星 正在用一种独特而羞涩的方式 暗示着更深层的情感 无论是机长庆祝的场合 还是彼此一个会心的眼神 都被网友解读的带有几分恋人间的深意 但或许真相远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浪漫 就在所有人以为他们的关系已经呼之欲出时 一张王楚清与另一名圈外女生的照片突然流出 而这名神秘女孩 据传是王楚清在进入国家队前交往的初恋 那张照片捕捉了他们年少时的懵懂爱情 仿佛是王楚清青春年少时期一段最为单纯的记忆 照片中的他还留有少年的稚嫩 一脸写满对爱情的美好憧憬 而鄙视他不过15岁 这一消息传出 网友们的幻想在一瞬间被拉回了现实 关于王楚清的恋爱生活 似乎又浮现出另一种真实的解读 自从进入国家队后 王楚清的恋爱生活就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 他的社交媒体上再也没有了女友的踪影 甚至与朋友家人合影的分享也变得少之又少 实际上这不仅是王楚清的选择 也是很多运动员必须面对的无奈 作为国家级运动员 尤其是国拼这样一支高压 严格的团队 运动员们的生活受到很多规则的余数 感情生活更是被不成文的规定在隐秘的角落 王楚清的这段早恋 仿佛成为了他青春时期一段温馨的回忆 而当他全身心投入训练之时 这段感情是否还能维系则无人知晓 毕竟在乒乓球的舞台上 恋爱似乎常常被视为一种分心的存在 既可能带来对竞技的干扰 也容易引发舆论关注 前有马林与白杨 王浩与范英等国拼前辈的经历 他们的情感生活同样经历了舆论的围剿 王楚清当然清楚 这条道路上他注定要走得谨慎而隐忍 任何一丝情感波动都可能影响到 他对冠军的执着追求 这也是他为何选择不公开现有的感情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完全不提及的原因 另一方面 孙颖莎的选择也同样坚定 国兵女队的竞争程度可谓是举世闻名 每场比赛都仿佛是胜死对决 谁都不敢轻易放松 在这种高压环境下 感情问题无疑是更大的负担 作为年纪轻轻的女队主力 孙颖莎背负着国拼的未来 她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技术的提升和体能的训练中 根本无暇顾及情感 她的生活仿佛就是在一场场比赛中度过 一次次训练后磨砺而成的毅力 她深知 只有不断地提升自我 才有可能在这个抢手如临的团队中脱颖而出 从观众的视角来看 王楚清与孙颖莎之间的关系 或许会让人忍不住感到甜蜜 这种友谊以上 恋人未满的感觉 被许多网友赋予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人们总是乐意用自己的情感 去填补运动员们的生活空白 仿佛在这些冷酷的竞技场上 唯有爱情才能让人看到一种人性化的温暖 当人们包去这些层层滤镜和幻想 他们的真实生活仍然是严苛的 枯燥的和充满挑战的 这段互动背后的本质 或许不是我们意想中的情感萌动 而是一种在激烈赛场上 共同奋斗的支持与信任 对于王楚清和孙颖莎来说 未来的道路显然仍然充满挑战 每一场比赛 每一个得分 都是他们披荆斩棘后的成果 这种成功的背后 不仅是对手间的激烈竞争 更是他们对自己的超越 和自我约束的结果 在这条经济之路上 他们必须付出权力 放下儿女情长的牵绊 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 为国争光的目标中去 也许正因为如此 王楚清选择将私人生活 与竞技生涯彻底隔离 专注于他热爱的乒乓球 而孙颖莎则一无反顾的 全力以赴 力求在拼弹上 取得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当网友们热烈讨论 两人的关系时 可能我们忽略了 这对年轻选手的真正需求 他们需要的是一份 平静的成长空间 而非被情感故事缠绕的生活 赛场上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每一个胜利的拥抱 都是他们对竞技精神的最大诠释 而不是爱情宣言的暗示 在未来的路上 或许他们之间的友谊 会不断升温 也或许会逐渐转变成 深厚的伙伴情谊 但无论结局如何 我们都应理性看待 尊重他们各自的选择 王楚清与孙颖莎 究竟能否继续在赛场上 创造属于他们的辉煌 这对被赋予无限想象的 乒乓球选手 或许将会在未来的比赛中 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而关于他们的情感纠葛 还不如让他随着胜利的欢呼 一同消散在赛场上 也许 唯有他们在赛场上拼搏的姿态 才是他们真正的官宣 此外 站在演讲台上 聚光灯下的孙颖莎 略带羞涩地微笑着 带着点紧张与期待 这一刻 他不再是那个一板一眼的 拍打乒乓球的小魔王 而是一个在追光灯下 展开心灵对话的讲述者 这次演讲对他而言 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既无对手 也无战术 唯有一份赤诚 带着对过去拼搏岁月的感怀 向观众打开一扇门 去见证一个运动员的内心成长 这场由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的 由我系列演讲 用由我两个字 唤醒了许多在生活中默默坚守的人 也在这片舞台上见证了孙颖沙的不同一面 他的身影一出现 变向一束光 将观众带入他的乒乓球世界 没有夸张的开场 只有平静的自我介绍 像一股清流 让人舒适又感动 他用温和的语调 讲述从小踏上乒乓球路的故事 向在叙述一段亲历的成长之旅 仿佛那个懵懂的孩童 与今天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世界冠军之间 并没有那样遥远的距离 台下的观众秉析聆听 每一句话都饱含力量 他的话里带着梦想的种子 也带着每一次跌倒后的坚韧 回忆起刚开始打球的日子 孙颖沙的眼眶微微泛红 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满怀梦想的轻松岁月 他坦言 小时候的自己常常输球 面对训练时的孤独 数不清的压力和疑虑交织在一起 可心里那团对乒乓球的热爱从未消散 反而在挫折中愈发强烈 他笑着说 当时唯一能给自己打气的话就是 要么坚持 要么回家 这种心态陪伴他一路走来 成了他日复一日不断前行的动力 在这段分享中 他一再强调自己并非一帆风顺 不少次受伤 无数次失败 甚至质疑自己的实力 可这些迷茫与痛苦 让他明白了 真正的强大不是靠胜利堆砌的 而是对每一次失败的拥抱 莎莎把这份执着描绘得淋漓尽致 甚至带着些自嘲 她微笑着 向观众讲述那些意料之外的成长 观众也跟着她的语调波动 有些轻轻点头 有些感动失泪 在这场演讲里 孙颖莎不再是那个乒乓球台上 让人胆战心惊的小魔王 而是一位亲切的朋友 向所有人传达出内心的柔软和强韧 而当她话锋一转 讲到失去比赛的日子 氛围变得凝重了一些 她坦然回顾那些伤病和低谷时的自我质疑 当体力和状态不再如从前 战胜内心的恐惧 要比战胜对手难上许多 观众们看到的莎莎 是强大的 无懈可击的 却不曾了解她面对的无数焦虑 她说 站在赛场上 看似风光无限 其实每次比赛前的夜晚 她都难以入睡 心里像打翻了五位屏 总是默默安慰自己 你已经准备好了 就算没赢 也别丢了自信 观众听后 纷纷抱一掌声 这份真实更是触动了人心 她用她的故事告诉大家 强者不是生来勇敢 而是无数次在压力和怀疑中淬炼而成 演讲结束时 观众们用热烈的掌声为她欢呼 仿佛在一瞬间彻底重新认识了她 心中生起一股敬意 这次演讲 没有任何鼓噪之词 没有精心准备的煽情 而是一份最真实的自我呈现 从那一刻起 孙颖莎不仅是一位顶尖运动员 还是一位身具共鸣的思想者 她成功地将赛场上的坚韧 延展到了生活中的每一刻 赢得了观众的心 演讲之后 孙颖莎带着些许放松与释然 踏上回家之路 她乘坐的复兴号列车 龙凤城翔 别具意味 仿佛为她的旅程 添了一丝吉祥 在归途的列车上 她望着窗外的风景 思绪却仍然停留在台上 或许是想到了家乡的父母 她的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意 等待着在熟悉的温暖中 卸下一身的疲惫 她的家乡河北 正是她梦想开始的地方 那里没有金牌和奖杯 只有父母的一句句鼓励 和最真切的牵挂 让她重新找到前行的力量 而在这边 王楚清也有着自己的小小仪式感 这位在赛场上冷静自持的国平队友 在总局附近的小餐馆中 找到了熟悉的味道 他似乎特别喜欢公保鸡丁 每次来到这家餐馆 都会点上一盘 带着几分家常的惬意 这样的小细节 让人对这位在场上 微风凛凛的年轻小伙子 有了更多的好奇和亲近 餐馆的老板 甚至已经熟悉了她的口味 总是提前为她预备好最爱的菜药 她穿着一身黑衣 刻意保持低调 但微笑间却透露出一份惬意的满足 偶尔 她也会在好友的调侃中轻轻一笑 放下压力 与生活的点滴互动 默默积蓄能量 在这样的生活小细节中 他们流露出的情感温度 充满了对生活的爱 和对梦想的追求 而在赛场上 竞争仍旧如火如荼的上演 WTT蒙比利埃比赛中 林诗栋以3比0的优异成绩 成功晋级16强 她的出色表现震撼全场 观众纷纷为她欢呼 她的状态 无疑是当下国平最耀眼的存在 连续多次夺冠的林诗栋 不仅让观众眼前一亮 更让对手感到深深的压力 如今 她的世界排名 已经上升到第二位 成了国平新星 崛起的代表人物 加以时日 她或许会成为 国平的右翼领军人物 这样的比赛 不仅考验选手的技术 更是对内心力量的 极大考验 每一场比赛 都是一次全力以赴的挑战 而在生活中 他们也依旧在用心 感受每一个日常 无论是王楚清 对公保鸡丁的偏爱 还是孙颖莎 回到家乡 与亲人团聚的温暖 这些小小的瞬间 让他们的人生 多了一份独特的滋味 接下来的日子里 孙颖莎和王楚清 即将齐聚四川成都 参加一场 激动人心的乒乓球比赛 对于球迷而言 这将是一场巅峰对决 两位强者将在赛场上 尽情施展才华 带来无数激动人心的瞬间 无论是充满柔情的孙颖莎 还是冷静坚韧的王楚清 都是他们各自风格的 最佳呈现 也成了乒乓球界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沙头二人 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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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